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多伦多中东烤肉的内卷王 作为中东烤肉刷码的重度爱好者 多伦多北边大大小小的屎娃店我都去了不少 但如果单论烤肉的品质来说 我第一时间还是会想到这家父子店 workday中午快两点钟了 店内依然是大把大把的人 但卷饼的父亲依然是漫漫悠悠 一副食堂老大爷的做派 遇到相熟的客人还会停下手来聊几句 这真是得急死我们后面排队的人 虽然墙上的菜单有牛肉啊豆饼 但就以我来过的这几次来判断 大家伙只会点一样东西 鸡肉卷饼 鸡胸肉是由他儿子在旋转烤架上新鲜抱下来的 再交到老夫妻的手上 我是一夹子 两夹子 三夹子 我就想问 这个肉量小伙伴还在哪见过吗 当然你也可以事先的在下面垫一点炸薯条 没错这份加辣加薯条就是我今天叫的鸡肉卷饼 相信这时候屏幕前的小伙伴和当初第一次去的我一样 一定是一脸疑惑的质疑着这老夫妻到底怎么卷的时候 他居然就慢慢悠悠且轻轻松松的完成了 这不愧是多伦多屎娃界的第一内卷王 好了回到车上 真的是硕大的一个rap 有一等了快半个小时了 我现在实在忍不住了 紧急说我马上吃 我不客气了 绝对是一个可以让一般成年人支撑的一个分量 鸡肉方面除了肉眼可见的量大之外 而且它的鸡肉每一份都是现爆出来的 所以鸡肉是外胶里嫩的 如果零到十分来说 它的鸡肉我可以给到九分到九点五分 无论从分量还是味道上来说 我觉得它在动作都是首屈一指的 但至于饼的部分 同样是零到十分 我最多只能给到三分 可以说是超市里面最常见最普通的一种pita 你见它包的时候它已经碎开了 更别说你裹着那么多肉吃的时候 你吃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饼就已经被那个酱子裹得稀里糊里 吃起来就非常的狼狈了 但总体来说 它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分 可以说是瞎不掩欲 对于肉食动物来说我这一家绝对五星的推荐 除了动作慢 人多 而且顶差这几个悲点之外 只要你能忍受的话 我都建议小伙伴来 另外要补充说明的是 他家的营业时间较短 小伙伴在出发之前最好最好再查一查地图 如果小伙伴心目中也有值得推荐的刷码 不妨也在留言区里告诉我 拜拜